哈囉 大家好 這邊是超強 OK 我們今天來到了鷹哥 想到鷹哥會想到什麼呢 陶瓷 沒有錯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鷹哥陶瓷博物館 但是我們來到這個博物館 沒有要參觀裡面的東西 是要到它後面的一個陶瓷藝術園區 那那邊有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次要來參加的這個 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以及新北市立美術館 還有鷹哥陶瓷博物館 聯合舉辦的這個 鷹哥藝術季 那這次的主題呢 是後藝新生活 藉由藝術來安撫 療癒我們的心靈 不能出國要怎麼辦呢 來鷹哥就對了 OK 今天呢 我也會順便教大家一些 來鷹哥實用的泰文單字 邊玩邊學 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去看看吧 走 OK 在我們進去博物館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門口的一些裝置儀宿 OK 現在大家看到這邊一條一條的呢 它晚上的時候 想不到吧 會亮 哇 那你當你走在這個天橋上面的時候呢 往下看就可以看到這邊 燈火通明的 漂亮的夜景 OK 夜光進窗 哇哦 OK 這個看起來就剩一個大大的各種窗戶拼在一起 因為疫情期間呢 大家只能透過窗戶來看世界 那這位呢 這個作品呢就是完全展現出大家這個對於去外面的那個渴望 你知道嗎 有沒有 其實蠻漂亮的 我喜歡它那個綠色 講到窗戶呢 我們來教大家一個泰文 窗戶的泰文叫做 那檔 那檔 怎麼記呢 很難記 你們只要想像有一個窗 一個光打進來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把那個光擋住 所以我們就需要窗戶啦 好像是窗簾齁 大家學會了嗎 那檔 那檔 這上面怎麼會有小朋友的雕刻啊 這邊呢 牆上有很多的不一樣的這些桃球啊 都是由民眾一起 然後雕刻出來的 然後呢 他們在上面寫的就是一些祈福啊 願望啊 然後再由他們的管員 一起把他們製作出來的 那大家知道這面牆上有幾顆這樣子的糖果桃球嗎 一共有兩萬多顆 哇 各種繽紛的顏色這樣子排在一起 依據這個彩虹的顏色這樣排起來 好漂亮喔 這麼繽紛的顏色就是象徵了多元種族融合 大家一起攜手度過疫情期間的這個含義 超美的 對了 講到糖果 我們來教一個泰文單字 就叫做 Luk Ohm Luk Ohm 什麼意思呢 糖果的意思 這個是很有趣喔 你把它拆開來看的話就是 Luk 它就是小朋友的意思 也可以象徵一顆一顆東西的意思 那Ohm呢 就是含住的意思 所以小朋友含住一顆一顆的東西是什麼呢 糖果啊 Luk Ohm 這麼樣漂亮的場景 我要趕快來拍幾張照片 Yeah 天啊 也太累了吧 好遠喔 果然是遠的要命廁所 我剛剛從大廳這樣走過來喔 要十分鐘耶 不過我跟你說 超值得 因為這個地方算是園區裡面 我覺得最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聽說有九位藝術家 國際藝術家喔 在這邊進行他們的創作 你們可以 這邊就可以簡單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陶藝作品啊 然後都是這些藝術家結合在地的一些多元文化的特色 然後的一些元素呢 把他們裝置在這些廁所裡面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上廁所的同時呢 也可以輕鬆的進入到藝術的世界裡 OK 講到這邊呢 我們來學習一下泰文的廁所怎麼講 非常實用啊 記一下啊 OK 泰文的廁所很簡單 然後我們有一個部分的好單叫做 泰文的廁所 是房間的意思 泰文是水的意思 水的房間呢 也就是廁所啦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看一下 這個泰文的廉所 它到底有多美吧 走走走 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陶瓷的意思啦 这个就是我们在鹰哥最著名的鹰哥烧 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桌上 那么丰富的一桌摆盘 你看这些美食搭配上漂亮的瓷器来做摆盘 是不是就显得更加的美味了呢 因此鹰哥陶瓷博物馆他们就举办了一个线增见的活动 从11月6号至11月27号期间 大家可以上陶瓷博物馆陶瓷学院网站参加线增见 上传分享餐桌摆设照片 11月27日照片募集结束后 将于11月28号至12月10日期间 于陶瓷博物馆陶瓷学院网站举办线人气票选活动 民众于陶瓷博物馆陶瓷学院票选活动页面上 绑定FB或LINE帐号即可参与投票活动 每个帐号每天可以投2票 获得战术最多前几名会有精美礼物哦 哦你看这是我刚刚拍的照片 我要赶快去投稿罗 耶 哇这个艺术园区好大好漂亮哦 诶 这边怎么会有两辆那么有特色的公车啊 是什么来头啊 诶 那边刚好有个导览员耶 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诶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诶我叫云鑫 想请问一下这两辆公车呢 摆在这边是有什么用意 呃这两辆呢是新北市立美术馆 它所呃制作的公车 那比较远的那一台呢 它是呃我们的一号车 那离我们比较近的这台是二号车也是说也好 那这两台其实它是首次同时在 呃银哥好车博物馆这边两项 新北市立美术馆呢它未来会在银哥 呃明年会落成 那呃刚好就是因为因为艺术纪的关系 所以这场来公车就先来到呃银哥这个园区 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边要分成两辆车啊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那一台呢是比较偏就是诱饵的艺术的推广 那主要是由我们艺术家和一些教室共同去筹划的 嗯那这一台呢是比较针对青少年 嗯那它是运用一些就是多媒体的互动 去让我们去就是多认识艺术跟艺术做互动 那这台车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年十月 首次在银哥对外开放 哦所以很新咯 对对很新 哦那我要来抢先体验一下 可以吗 可以可以翻你 OK好 哇 太美了吧哇 哦 什么直觉 OK 哇 对了解艺术的感受 嗯 我觉得应该是13岁 喜欢艺术主题 我喜欢人文 嗯我喜欢 我喜欢来一点自信 那我们来玩这个蒙太妃 我们可以选这个 哦 哦 是这样子的哦 哦很好玩耶 哇这个莲花 哇 So good 你看这个路头 路头 哦来翻过来 哦 哇完美 OK好 下载 我的话 安全驾驶 要开公车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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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哎他这边这个设计的很好耶 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这个开车的乐趣 好我们来收集这边的左车的话 啊 啊 开完这个我都想去开公车了 讲到公车 哎呀哎呀 差点撞上去 哎呀讲到公车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泰文 公车怎么讲 啊其实泰文的公车很简单呢叫做 Rod 咩 Rod Rod呢 很简单就是车子的意思 所以什么车都是Rod Rodfire 火车啊 Rodfire 电车啊 所以呢 我们以后只要听到Rod这个字 就知道车子 好不好 车子来了 OK 我要继续开车咯 我要过关咯 哦哦哦 来来来来来 走 加油吧 哇 哇 磁铁 哇 哇 哼 哇 哇 哇 哦 哦 哼哼 哇 变了 哇 变了 哇 马赛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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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拿这个 这个啊 嘟这个洞啊 哇 哦对了 哦 我也太厉害了吧 哇 超好玩的啦 我还要拼 我还要 所以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忘记 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这边玩哦 12月12号以前呢 这边的每个五六日都有行动艺术巴士跟摊位的体验 那我们就一起来玩吧 是的 是的 这一次的音歌艺术技能活动期间是从10月到12月 那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呢多多来我们的艺术馆博物馆一起来参观这边的艺术作品 将艺术带入到你的生活之中 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观赏的人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可以直接上 银歌桃子博物馆的官方网站 他们有线上导览的功能 不用到现场也可以观赏到 艺术馆里面的创世巨作 快跟上你的脚步 跟着超强我 一起来一场温馨疗愈的 《滨歌艺术季之旅》吧